哈喽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既柔软又拉丝凉了也不会硬的烟绒小餐包 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的那种 火面集中加入350克高筋面粉,20克白糖,25克炼乳 打入一个鸡蛋,4克耐高糖的酵母粉 200克纯牛奶,启动揉面程序,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,30克维持软和好的黄油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,盖上盖子,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胚拿到案板上按压排气 把它平均分成16等份 把每个小面积给的团圆 一次摆入烤盘里 盖上保鲜膜,放微暖处,醒发至两倍大 再来调个椰蓉馅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50克白糖,50克椰蓉 50克玉米油,搅拌均匀 拌匀后,装入表号袋 把它均匀地挤在醒发好的面胚上 全部挤好,再用硅胶茬给它按压均匀 送出天天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70度,下火180度,烤25分钟 中途上色满意,即在加盖吸纸 这样既柔软又超级好吃的椰蓉小餐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,感谢大家的支持